中國的航母到底是不是豆腐渣的工程 說說說不是大家想的那麼厲害 只是一個紫老虎 不過先來看一個訊息 華爾街日報告訴大家 北京主動的告知美國的國防部 五角大廈 說我們雙方的國防部長會面的事情 我們把你回絕了 本來應該要在香格里拉 六月兩個人要在場邊揮舞 他們主動的 所以待會要請教賓哥 這代表什麼樣的一個訊息 那最新的狀況是因為 我們看到這兩張照片 這幾天在網路上非常熱議 大家討論了老半天 然後就是這兩張照片 拍到了他們洞洞山 也就是他們的福建號 甲板上面出現了裂縫 有一張是在艦尾 出現了一個L型 跟一個橫貫過去的裂縫 說這個裂縫看起來很大 各位你知道嗎 現在這個比例 你看起來好像沒什麼是不是 航母是核其大 如果照這個比例下去 那個裂縫至少可以 塞好幾個人進去 它的這個寬衣可以塞很多人 長度又這麼長 幾乎是這個艦尾都快要斷掉了 那另外一張照片裡面一樣 這個裂縫突然跑到中間了 都想說是補了中間之後 突然出現尾巴 還是說補了尾巴之後又出現裂縫 就是裂縫會跑來跑去 這也滿奇怪的 然後網友就開始補腦了 他說福建號使用的是中國自己做的 本土的特種鋼 不合格強度不足 設計不合理 導致他這個沒辦法受力不夠平均 就把他斷裂了 但比較專家的這個栗正傑將軍 他就說有可能是陰影 有可能是要把飛機攔下來的這個攔阻鎖 那大陸的軍事博主 烽火觀察室 他說不是裂縫 他說應該是塗層軍裂 或者是有異物反光 其實將軍有講了 他有可能是放了一些東西的陰影 所以你看到太陽照下去 其實是有一些陰影的邪照 咱們偉大的于將軍 于將軍在友台的節目裡面 他特別講 雖然他本身是個老陸 他不是海軍的 但他是機械力學的專家 他說這個甲板上面 邊緣的位置應該是越邊緣越薄 中間是最厚的 你設計不好 導致他的強度不夠 所以就被拉斷了 那主持人問他說那會解體嗎 他說這樣一定會解體 我就解體說大事 所以友台他的說法是這樣 可是其實對解放軍的航母 有很多訊息 五月初的時候還有這一篇 說他們的航母起火爆炸 燒起來了 結果人家說那個是老照片 是美國的企業 賓哥怎麼看 其實我是覺得 就是你不了解的東西 最好不要隨便亂猜 因為他這個是衛星照下來的圖 顯示了這樣一個畫面 那衛星照下來會出現很多種狀況 因為他現在照都是數位的 數位他回去重新再把它拼湊 變成一張照片 所以可能有一些陰影 在他數位補差的時候 可能就會被放大 然後或是攔截索 因為他是 他是一個點一個點一個人 重新再把它拼起來 所以有的時候 可能攔截索 那些他可能拼起來的時候 就沒有那麼整齊變成鋸齒狀 又或者是某一些陰影 就被他放大遮掩 那我認為他不可能是斷裂的 最大的原因是 這個斷裂會到處跑你不覺得很奇怪嗎 今天跑這樣明天跑那樣 後天跑那樣 那是怎樣 這個福建畫到每天在那邊補破網就對了 今天把這邊塗一塗 明天把那邊塗一塗嗎 那如果假設真的列到這麼大 你要知道這一艘航艦大概300公尺長 然後寬好幾十公尺塊 所以光是那條裂縫的橫度 大概就是好幾二三十公尺 二三十公尺這麼大的裂縫 你覺得他們會沒注意到嗎 對不對 所以那那個寬 如果有裂縫這麼恐怖的話 早就密布都是人了 而且可能會遮起來 我覺得比較有可能是漆啦 有漆面的裂 因為看像我們很多操場 他的有一些漆面 他可能就有裂開的那種狀態嘛 對啊 所以我覺得有的時候 可是那個裂開也要很寬耶 這個寬度大概至少一公尺喔 至少有幾十公尺 所以我個人認為他可能是 反光陰影的可能性比較大 他不太像是裂縫 那至於于將軍 對啦我聽說他好像真的是 學機械力學的 但是航母甲板中間比較厚 兩邊比較薄 你確定是這樣嗎 你真的確定是這樣嗎 沒有 就算是這樣啦 中間比較厚 兩邊比較薄 所以兩邊裂開的時候 他就會解體 這什麼邏輯 我必須講 中國大陸的特種綱 在當年研製的時候 確實曾經遇到 他沒有調過困難 這沒有錯 他從SY80挑到SY100的時候 中間經歷過很長一段時間的奮鬥 因為材料科學 本來就是一個高難度的事情 可是他們其實已經解決了這個問題 不然的話我講一個最基本的 他的特種綱如果出現問題的話 那你應該常常聽到 中國大陸的潛艦 突然之間就沉下去不見 因為潛艦也是用特種綱 那如果說你來講 你航母在海上出裂縫還好 潛艦在那邊出裂縫 他就直接再見 那你怎麼沒有聽到 中國大陸潛艦出去就不見 所以他的特種綱 你確定他真的會有問題嗎 所以我覺得 我知道很多人很討厭解放軍 很多人都希望中國大陸說的武器 都全世界最爛 但是這種自嗨式的講法 實際上只是讓人家覺得好笑 賓哥要繼續請你這個 幫我們當柯南來繼續解答一些疑惑 因為四月底也曾經講過 而且是路透社 不是一般的媒體 是這個國際有威望的媒體 路透社說中國航母不成氣候 政治作息假掰用演的 為什麼呢 因為中國航母居然要燒水 四十八個小時才可以啟動 所以如果真的突然間要作戰 來不及啦 四十八小時要燒 根本來不及 那甲板到底是個奪後 我們來看一下二零一八年 七月二十四號有一篇新聞 美國做了一個實驗 去測試他們航母甲板的 堅硬的程度 他用魚雷炸彈導彈 最后高強度的轟炸 砍了二十五天 才把航母給擊沉了 現代航母的甲板厚度 一般是80mm 採用高技術的特種剛制造成 所以這個部分我要請教賓哥 是真的航母是炸不成 沒有啦 航母當然炸得成 但是問題是 你如果從它最硬的那一面 去打它當然不容易一沉 你要知道 航母的甲板是它最後的地方 因為它必須要承載艦載機 降落下來那個高的衝擊力 那更何況請大家注意 中國大陸用的艦載機 比美國大陸的艦載機重 比美國艦隊的艦載機重 所以它的甲板強度 大概只會厚 不會爆 所以它的承載力 應該是毋庸置疑的 那至於說 你說要把航母擊沉 其實最重要是要用魚雷 魚雷是比較容易擊沉 去擊它的龍骨那個地方是比較容易打斷 但是因為航母很大台 那現在有隔水艙 有各種的這種防塵的這種設施 所以你要一顆兩顆魚雷把它擊沉 也不是那麼容易的事 那至於說 要燒水48小時才能動 我覺得這個是個超級網路謠言 對 它是用蒸氣渦輪 所以它的整個要啟動的 確實沒有燃氣渦輪 甚至核能強 但是其實如果真的要比慢的話 你核能如果是整個停機 重新要再打開 它才是最慢的 賴總統賴清德講的 賴清德那個才是最慢的 所以他說那個緊急應急 是最不可靠的 那它用蒸氣渦輪 確實會比燃氣渦輪慢 但是也不過就是一兩個小時 其實就是這樣子而已 所以真的不要去做這些幻想文章 這樣會讓大家覺得很好笑 好 我們更多的話題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多多分享 謝謝 謝謝 拜託 拜託